128 太陽報 百人迴睡 網絡後遺症浮現 2015年7月26日自由港A 28百人迴睡顏致水科技之快速發展 反應緩慢一點或者不肯接受新事物的人 始終要面對現實,眼看現今智能手機的方便 網絡的快速,讓人幾乎什麼事都掃諸網絡 例如吃飯前就要看看手機拍的介紹 看電影前有看看網上預告片及網民影評 現在鏈鋼的士,人們都喜歡透過手機去找車 而不想走到街上排隊借的士 科技也好,網絡也好,固然為己為人 但每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 現代人過分依賴甚至濫用網絡問題湧現 世界各國同樣面對衝擊 現時網絡上彷彿只有一把聲音 像之前美國通過同性婚姻一段 但凡網上有反對聲音出現 其他網民難理其論點論據是否合理 就將發表意見的乃人無限上綱 追麻對方是歧視同性戀者 從而令反對聲音消失 所謂的逆向歧視就這樣出現了 再加上過去不時出現的起底事件 現今的網絡一言同幾乎是未審先判 在不需要任何證據下 以及網民賣人不須負責任 於是借誓任以發洩攻擊 字眼如何粗皮過分 上網看一下便知道 近日香港兩份歷史 《悠久的報》將宣告結業停刊 由此可看到網絡正在蠶食傳統傳媒 現時幾乎什麼事情都離不開網絡 不管是音樂、唱片還是衣服、 入用品、家具等 也會選擇透過網絡從內地或海外平台購買 當遇到困難 很多人不會用腦思考 而是選擇上網求助 倘若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會失去耐性及判斷力 影響更深的是 孩子們從小就追求最快最新的手機 在起跑線上與同寧者競爭 這些問題絕對值得我們去正視 奉勸大家適度地離開網絡 多用腦小用手機 才能發揮出人類配合科技發展的最大好處